出生之後最難適應的部分 你說的是小寶很難適應 還是我很難適應的部分 我的部分的話當然是 就是一種要從頭來過 讓人覺得有點無所適從 比如說 我就是又要陷入 擠奶 餵奶 洗奶瓶 消毒奶瓶 然後半夜永遠睡不著 睡不好的一個狀態 那他現在雖然七個月 有時候心情好他會睡到天亮 心情不好他可能三四點 他說媽媽要喝奶 所以就是Always睡不飽 好累 哥哥會幫忙帶著東西嗎 哥哥很願意幫忙抱 但是就僅限於抱而已 就是如果你要他做其他的 換尿布啊那種他就沒辦法 他如果就是哭到他無法安撫 他還會問他說 你在哭什麼 你可以不要再哭了嗎 也算是很OK了啦 對大玩具 老公會不會一直低 你運動恢復身材 他不用比我 我就會自己去健身房了 因為我們都還在業界嘛 然後還有很多音樂劇的謠言 所以就是有很多又唱又跳的環節 這個體力呢 不容許自己就是太怠惰的 老公Terry會在家裡低 全家一直動 因為你現在只在 再大了只當那個 OK 那邊都要 現在是星期五晚上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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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6 6 3 7 7 7 8 8 5 非常痛苦說 我這禮拜又不能跑步了 我說什麼意思 因為要起中考 我想說怎麼會有人 這麼好動到一個不行 一打三倒是還好 因為我覺得就是還好有神隊友 還有一個神婆婆 我的神婆婆會幫我cover小的 所以就是讓我們在出來工作的時候 比較沒有什麼後顧急憂 當然有時候還是要調配啦 因為畢竟長輩年紀就是比較大了嘛 下班就要趕快回去接手 就沒有多餘的時間可以在外面爛爛舌 你來聽到你來唱歌 他不是什麼好 就是比如說他正在哭鬧的時候 他不是聽到我的歌聲安靜 他是聽到他哥哥的歌聲安靜下來 因為他哥哥會唱 飽飽睡飽飽睡 他都叫他Muscle Giyang 因為他那個力氣很大 Muscle Giyang 乖乖睡 然後他就安靜了 他就聽他哥哥唱歌 然後有一天我就想說 那要不然我也來試試看好了 就在哭鬧的時候 剛開始還很有用喔 飽飽睡飽睡 很熟悉的歌聲 然後唱到飽食器安靜 啊 這不是哥哥的聲音 還是一樣 沒有辦法 沒有比較有用